欢迎我们大家好,我是风盖花卉 养菌子兰最大的好处就是,既可以赏叶又可以关花 只要是能够把它养的叶片整齐,油绿,挺拔 就算是它没有开花,只是欣赏它的叶片也感觉特别有成就感 今天我主要是想分享一下 怎样才能够让我们家里面养的菌子兰,叶片长得整齐 不黄叶,不辣根,油绿泛量的养护技巧 想要养出一盆品质较高的菌子兰 首先使用的盆土一定要输送透气 既可以用发酵好的橡树叶和松针来种植 也可以使用这种进口的泥碳土来栽培 这种泥碳土大部分都是由丹麦或者是德国进口的 要是使用它来栽培菌子兰的话 使用的规格最好要大一点,可以用10到30的 只有盆土用对了,我们养殖的菌子兰根性才会更加的发达 看一下这一盆就是我用泥碳土来种植的 要是盆土使用的不正确 一个是生长缓嘛,根系比较弱 再一个是叶片也比较容易发软,发黄,还容易蜡根 所以说盆土的选择对于菌子兰来说特别的关键 只要是盆土用对了,那么就成功了一大半 再一个是胖达伊克菌子兰养的好坏 从它的叶面上面就能够看得出来 只要是它的叶片脉络清晰 感觉到直立性较强,比较有刚性 再就是油绿发量 那么就证明这颗菌子兰平时的管理是比较到位的 当然了,一颗菌子兰质量的好坏跟品种也有很大的关系 但是呢,同一个品种的菌子兰 你平时管理的到不到位 从它的叶片上面也可以表现出来 想让它的叶片油绿发量,直立性较强 跟平时的养殖环境,胶水,施肥,光照 还有叶面的管理都有直接的关系 比如说摆放的位置,平时就需要有散射光 特别是到了夏天比较炎热的季节 有很多的怀友为了让它能够安全地度过夏天 也怕把它的叶片晒伤 所以就选择了闭光养殖 菌子兰虽然是比较内阴 但是也需要有一定的光合作用来制造养分 要是长时间的缺乏光照 那么它的叶片就很容易发软,失去光泽 所以说如果是放在室内养殖的 也需要把它放在有光照的阳台或者是窗台 当然了光照也不需要过墙 可以隔着一层窗纱晒一下太阳是没有问题的 再就是想把菌子兰养好,施肥也是非常的关键 特别是在每年的春天和秋天给它换盆的时候 都需要沿着它的盆边给它施入这种腰肥 这种腰肥一般是有黄豆,松子,芝麻,还有大麻子,小麻子 这一些含有量胶膏的种子组成的 把它们炒熟以后混合均匀 然后沿着盆边 这样均匀的湿入浅没即可 湿肥的位置不要过深 在盆土的上方大概是三分之一的位置就可以了 千万不要让肥料直接的接触到菌子兰的根系 否则就会引起烧根,导致根系腐烂 除了给它使用腰肥以外 停时只要是看见它还在正常的生长 看见它的叶芯处有小的叶片长出来 也需要近期的给它施肥 比如花多多一号 可以每隔半个月的时间给它浇灌一次 要是到了夏天停止了生长 进入了半休眠的状态 那么就不需要给它施肥了 如果想让它的叶片由光发亮 比较有光泽 也可以把啤酒放置几天 让里面的酒精挥发一下 然后用水稀释20-50倍来擦拭它的叶片 在给它擦叶片的时候 使用的布一定要柔软 否则很容易把它的叶片给它擦伤 再就是为了让它的叶片具有一定的刚性 直立性较强,纹路比较清晰 当叶片长到10公分的时候 就需要把这些向下生长的叶片给它发转过来 如果是不给它发过来 它的叶片很容易向下生长 再一个是正面的纹路也没有那么明显 在给它发叶片的时候 需要用双手的拇指来压住叶片的叶尖 然后慢慢的往上翻转 千万不要过于勉强或者是用力过猛 否则它的叶片就很容易裂开 另外一边的叶片也是使用同样的方法 从叶片的下一边慢慢的往上擀 到了叶尖以后需要小心一点 慢慢的往上反转 这样翻过来以后 它的叶片很容易就往上直立生长了 好了,由于时间的限制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觉得有用 就给我点个赞鼓励一下吧 十番感谢 欢迎你们的陪伴和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